關心到記者目前就在滿洲跟恆春半島的交界 可以看到現在整個雨勢已經明顯增強了 而且風也是越來越大 目前如果不站穩腳步抓緊帽子的話 真的是很有可能安全帽式會被吹掉的 而這裡旁邊就是滿洲沙灘 目前這個雨開始打在身上 隨著風勢的強勁真的是越來越明顯了 但是可以看到不只我現在站的公路 已經沒有車了 而旁邊這個溪流也是從山中繪聚 準備要匯入海中 那麼可以看到在這個水也是水色相當的混濁 基本上是參雜很多的泥沙土石 呈現了這個土黃色的狀態 而且很湍急 那麼待會它整個溪流就會匯入海中 因此在滿洲沙灘可以說是水色有色差 而且很混濁 浪也是拍得非常大 所以這大概剛才的十分鐘內還是有三四台的車子 觀海的遊客跑過來看一下現在浪的這個壯觀的樣子 但是海巡人員稍早也是有過來驅離這些遊客 因為現在風雨的狀況在恆春是越來越明顯 尤其這個風勢有可能會達到八九級這麼的大 所以海巡人員跟這個消防隊整個來說也是在恆春這邊加強戒備 那麼稍早八九點的時候 屏東縣政府這邊的墾丁分隊的消防局也是有表示說 目前還沒有因為颱風傳出來的災情 但是接下來也會繼續嚴加戒備